有个蓝网队可否在球队去客场飞机上 由其他球员按住欧文 由队强行注射疫苗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 而且这是犯法的 如果欧文他是宁愿牺牲一千多万美金 他也不愿意打疫苗 这会儿蓝网队真说有谁 党敢违逆欧文的主观意愿 强制执行的话 不得不说欧文一定一指诉状 把蓝网队从上告到下的 从头告到尾的 那你如果严重违逆了我的个人想法了 而且你放心他只要一上告的话 欧文所有就是被欠下的薪水 蓝网队都得给发发 如果是蓝网队高层直死的话 这个事更大了 高层甚至都因此有可能犯法 因为身体发福 我们东方人讲受制父母 西方人呢 讲究我自己的一种处置自由 你这么违逆我呀 我对这件事非常排斥 我因为被打了疫苗之后 我整个精神状态严重丢死 我感觉背弃了自己信仰了 完了这事就整海了去了 包括牵连到的相关的宗教组织 以及当地印第安的保留地 相关的居民集体进行的抗议 谁敢干这个事 那这事基本算是毁了 似乎就死亡了 这是非同小可的 你比如说哈等去干的 多兰特去看 那就没法要了 你放心 谁敢这么做 在美国的互联网环境 那得被喷死为止 那这么做绝对不行 欧文呢 他不会因为我已经打了疫苗了 接口下驴 我就此就为狼网队效力了 欧文绝对不是这个个性 他肯定跟狼网队彻底撕破脸 索要属于自己的所有薪水 并且呢 还得这个要求狼网队给予巨额赔偿 你不忘了 往往赔偿啊 他有时候也是一句 就这个人 他到底是什么审价 他往往有一条衡量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我给你一美金 然后我给你身上这个打一拳 你干不干 哎普遍衡量 我要是干的话 一美金看来赔多了 对不对 一般很多时候 他就是以这种衡量标准 去进行一定的这种这个假定 那凯仲文 人家宁愿放弃 上千万美金 他都拒绝疫苗 他的心理底线 甚至有可能搞到 你给我一美金 我也不愿意打这疫苗 那这样一来 狼网队谁打的谁赔钱 狼网队只死 狼网队那得赔大量的钱 没有人敢敢这么干 这么干就完了 欧文你要说 扁拔扁拔就验了 我就此这事不提了 欧文是巨亏的 因为他清楚 包括他的经纪人 包括他的律师团队 私人律师 都会跟他提醒 你要说抓住这个几回的话 你这 你基本上妥了 你未来你可以直接选择退役了 你就不需要再为了什么 这个金钱呢 选择折咬了 而且你这会儿 你真说不提了的话 白白损失 资钱 你因为矿工而形成的 这种薪资亏谷 你这会儿 你只要说 缺法用告 之前狼网队欠的那些钱呢 都变成欠了 真变成欠 都得还给你 额外还得给补偿 没有人敢这么干 所以这么干的话 侵犯人权嘛 在欧美的话 绝对是个大事 有可能就被逮起来 谁敢这么干 那欧文可以讲 你扎我这一枝 我背弃了我的信仰 居然说我是 无意之举吧 是被你给害的 但是我也感觉 我这个信仰 严重动摇 信仰崩塌了 我心中信仰的上帝 人家不认我了 你这事闹大了 对不对 我死后灵魂都无处安放了 让我这就完了 谁打的谁 谁玩 点赞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